番茄鱼 这是那个咸蛋黄南瓜 然后这是哈密瓜 哈喽大家好 然后 我就是看后面的背景 我已经回到寝室了 我昨天就已经回到学校了 然后我的室友都还没有来 我现在一个人在寝室 然后就录一支 这个是 这个超级大盆的 这个是那个番茄鱼 然后这个是咸蛋黄南瓜 这是那个哈密瓜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因为开学可能比较猛 所以我也不能确定 下一期什么时候更新 可能要等到月末了 但我保证是在那个 10月1号之前 然后我就先开始吃了 你看它的鱼 真的超级多 鱼肉也超大块的 你看 嗯 好吃 我现在一半吃 我现在一半吃 它鱼肉都超级大块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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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那个 镜头嘛 镜头就是 开不下来了 就是和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关不住了 然后我就不服气 然后就把它给 有一半给抠下来了 然后拿去修的时候 那个人说 你不抠还好 就可能就是 什么组件坏掉了 可是你抠的话 就要送到总公司去修了 不要乱 就是这些 电池类的 如果不会的话 就不要乱搞 不要像我一样 还需要好好对待它 没问题 很容易 真的 行 不断 很容易 就三个月 即将来 它鱼肉都好大块哦 良心 好像是55块钱 Payroach那边的 一家叫做什么三什么的 你们觉得最下饭的菜是什么 我觉得好多人都会选那个番茄炒蛋 但好多人也只吃蛋不吃番茄 这鱼肉一点都不腥好嫩哦 也不算特别嫩就是刚好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鱼肉 然后吃一下这个 这个我是大一的手势 我带我去吃我才吃的 就是那个咸蛋黄南瓜 之前都没有吃过 超级好吃 这家咸蛋黄南瓜做的还可以 就是有些家就是咸蛋黄就是会比较腥 这个木勺就是之前在学校里那个 这个不好咬 然后好像是问你方言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它太深了我觉得 没想到 酸酸的 嗯 嗯?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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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